好 衛福部长陈世忠是投书塞尔维亚的主要报纸今日新闻 他是以台湾CanCelp为题来投书 他在里头是提到了说去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全球的卫生经济还有社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 但台湾没有 台湾表现得相当好 虽然我们也有发生两次跟医院有关院内感染的事件 但是目前是依旧可以维持正常生活的 他也提到说了这里头的关键是因为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 他甚至搬出了经济数据 台湾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.1% 优于全球其他的主要国家 陈时中也提到了台湾在这一次的防疫上头 证明了我们是不可或缺的 他特别提到的是台湾监测新兴传染病是相当的有成就 呼吁世卫应该要把台湾纳入议员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